哈喽,各位爱多美的会员,大家好 爱多美的空屋防护口罩在10月19号终于上市了 那这款口罩呢,是台湾制造,MIT制造 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解剖这款口罩的神奇之处 那待会呢,我会拿三种口罩来做实验 第一种是一般立体型口罩 第二种是前阵子流行的海绵口罩 再来最后就是我们的爱多美台湾空屋防护口罩 那我们的实验方法呢,会拿三维米的石墨吸 用吸尘器吸30秒的时间 那在吸之前呢,我会在口罩的内侧放一片棉纸 这个棉纸呢,就代表我们吸完30秒之后 它的防护效果 中文字幕装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第一个立体型口罩 它的棉纸 脏掉了 再来我们看第二个 海棉口罩 它的棉纸 更脏了 最后我们看我们的爱多美空物防护口罩 它的棉纸 一干二净 什么都没有 代表我们的爱多美台湾 空物防护口罩它的过滤效果 非常的好 而且我们的口罩上面 还有爱多美的logo 专属logo 大家记得认证这个logo喔 那最后我们来把爱多美的口罩 剪开来看里面的过滤状况 首先是表布 好脏啊 再来看里布 干干净净的 最重要的过滤层 我们爱多美最重要的滤材 薄膜滤材 就在这边 这边有点干净喔 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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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透过去欸 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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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净